秋風 madame 經過一夾子的漫長等待 台灣男族有望再奪下國際足球杯賽的金牌 大家好 感驚透過11的現場轉播 跟著我們一起來看到中華足協的國際邀請賽 在今天12月5號的一個當天 在台北勢力的一個田徑場 馬上要進行最後一場 關鍵的一個賽事 就是要我們地主中華隊 來面對寮國的這個杯賽 因為先前我們已經取得了 兩勝的一個成績 真的有非常濃厚的一個機會 可以把冠軍留在加州 今天晚上當然溫度又在下探 到了這個16度 所以來進場看球 也希望觀眾朋友可以多注意保暖 天氣至少是還滿不錯的 不會有下雨的一個跡象 所以可以全心全意的進場 一起幫我們的台灣國手們 國腳們加油打氣 特別是前面兩場球 看到他們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連續兩場比賽 都進了三顆的一個進球 我們希望今天也可以 乾脆就連三拉三再拉三 也是三顆進球 剛剛好也不錯 這場比賽的轉播 將下由我陳雄慧 以及繼續邀請到我們的講評 前國家隊的教練蔡少民 蔡教練 一起來為大家做轉播的服務 教練 您好 熊慧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剛剛有特別提示 因為我們是收到足協的這個 特別的一個提醒 將近60年的一個時間 從上一次1958年的 亞運會金牌之後呢 我們台灣的足球 基本上就比較沙漠嘛 所以一甲子 這個甲子走了一年是 一圈是60年了 這是59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希望可以在今天 再次感受到 國際杯賽的一個冠軍的喜悅 那當然我們這個目前的情勢看起來是大好 不過這場比賽還是要留意啦 因為遼國我們就說球是圓的嘛 如果我們輸了的話 可能這個金牌就會飛走 所以這個還是要小心的地方 教練 的確是這樣子 特別是第一場遼國對菲律賓的打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場當中 遼國完全沒有 絲毫有覺得是弱於菲律賓喔 那雖然說最後的結果是菲律賓了三個球 但是可以看到遼國是打了一場好球 他們拼透的精神呢 也值得我們在這一場當中 特別特別的小心 所以真的啦 球是圓的 要踢了才知道 也就因為這場比賽啊 我們是不能輸的 因為按照這一個比較 我們雖然機率是很大 但因為呢 前一場比賽 我們在這個菲律賓 意外敗給東蒂文的一個關係啊 所以現在反而 遼國是有優勢的 他這個優勢是 當然如果我們合局 或者我們不要掉六顆球以上 那個我們都沒問題 我們就是台灣冠軍 所以我們說的機率是很大 但是唯一的變數就是 我們不能輸 因為一輸的話 我們的這個 先比這個對戰的一個環境條件的話 那我們就輸遼國的話 哇 積分 這個勝場都是二勝一敗 這個積分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最大的變數 反而是我們有輸不得的一個壓力 但在這裡就考驗教練團了 我相信這些規則 他們也知道 所以今天排出來的一個人選呢 仍舊就是主力的球員 一定要先全力的搶進球 不能夠有絲毫的大意 對 其中唯一的更換就是 這兩天表現亮眼的尤家煌 在右邊路的突破都相當的成功 那教練就選擇他排為鮮花 值得我們再期待 今天的第三場是不是這位小巷能夠再度的表演出他 這兩場的精湛的演繫 好 所以看到我們帥氣的台灣國腳們 現在也進場了 待會就會在場上演奏雙方的一個國歌 那我們在遼國來到這邊比賽的時候也介紹過 基本上他們排名跟實力整體來說 應該是有落差的 包括對菲律賓的時候 菲律賓因為人高馬大的確是佔了優勢 這一點我們也不會輸他們 因為遼國的這個球員平均身高真的是比較偏低 大概就160公分出頭就算很高了 好 我們先演奏的是各隊的國歌我們就起來聽聽 我們先演奏雙方的演奏雙方的演奏雙方的演奏 上 聲鼓越演奏雙方的 από擺 大奸雙方的演奏雙方的由 Una, Jaw 92人的,... 上,我安靜看給你們Ant oxid的其 his 上 就是提供 Beverlyril,cm手禮在 boa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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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